我們強述的時候 人生要避避風頭 現在市場上其實也是 悄悄在避險了 我們看到這個 外資大買 這個五反一 已經是升破了四成比例 融圈圓也在不斷地升高 我想先問一下 我們現場四位 這個五位來賓 你們覺得現在 應不應該要減碼 幫我們舉牌子好不好 要不要減碼 請舉牌 Yes or No 兩位覺得要減碼 兩位覺得不用 一位覺得一半一半 你是投資是不是很困難 五個人已經有三種答案了 這個時候要怎麼操作 你們想要配置的一些商品 我們剛剛想到配置很重要 趨吉避兇 哪些商品是可以避險的 寫一下我們秀給大家看 寫完了可以秀出來 現金 資產加股 邱老師 指數型基金 一定用指數 你不要抓單一個股 你剛剛說要減碼 我沒有減碼 你不要減碼 資產配置 不用減碼 因為有配置就好了 對 我認為被動投資裡頭 你本身就是 策略上就已經有防守了 接下來就是等黑天鵝 大的就用大刀 小的就用水果刀 就拖進廚房裡頭 就是 鵝肉冬粉 就這樣 你的心理 如果ETF它一定不會倒 對 資產配置已經有防守 這兩個都已經 ETF要買什麼 台灣最有名就那兩黨 0050 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加一點0056也不防 但是第一個前提是 小資助不要碰0056 00可 0可能50 有人在我的YouTube上 在踢管說 這個0056也很適合 對 我認為小資助就是因為錢少 ETF就一定不會破產 你的心理素質 比0050便宜 大家一般會這樣想 不 但你沒有成長性不夠 那資產配置本身 不管你可以再加一點 比如說房地產 收租金的 跟公債利率 有人擔心是利率低 但一個原則就是 你只要有防守 接下來它下來一定會再上去 好 威良是 其實我覺得任何時候控制風險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賣掉一些股票 賣掉一些基金 增加現金 這最快 最簡單 其實我必須說 台灣這幾年 金融市場真的越來越多元 越來越開放 所以有很多很多 很棒的新商品 因為我們一直在跟國際接軌 有反向ETF 有槓桿ETF 有原油ETF 有黃金ETF 有債券ETF 還有一大堆 但重點就是 其實在國外很多時候 這些產品是給專業投資人 或法人去操作的 所以他們很懂得避險 他們也很知道 怎麼樣去計算 我的整戶的這種β值 所以他知道說 怎麼樣來尋求一個 最穩健的操作 可是散戶不是 是好像聽到 哪一個不錯的亮點 他就進去了 他其實避險兩個字 每個人都聽過會寫 可是真的要做 你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他不知道 就覺得沒有感覺到風險 這才是最大的風險 你看其實說實在 這兩年台灣投資人很多 都栽在那些避險商品 是買避險商品而受傷 這個其實很奇怪 你看光那個所謂 富邦VIX這檔ETF 其實套了幾萬個人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讓投資盡量簡單一點 那化繁為繁 最簡單就是 你看不好你就減碼 最簡單 因為其實反應 也不適合長期持有 但很多人說 反應像是買這個保險一樣 就是三不五十 害怕就買一下 反應一下買 結果後來就賠得很慘 所以不了解的話 就直接握有陷阱 反正台幣現在滿強的 也不錯 好 上劉哥 我們先看一下 歷史上選舉的長期走勢圖 你自己 如果是看得很長期的話 你就會發現 不管是哪一檔當選 其實股市就是會一直往上走 所以我們大家 其實如果長期投資的話 用長期角度看 就不用去管選舉這種東西了 然後再來是 有一個數字 確實是比較顯著的 就是說 新上任跟連任 比如說川普繼續連任的話 市場好像會比較喜歡一點點 我們如果這一次是 拜登等於是新上任的話 市場可能會比較不喜歡一點 所以這是參考歷史經驗 連任的話會漲比較多 對 但是有差嗎 都漲啊 就最後四年下來都會漲啊 所以其實不用太擔心這個啦 然後我覺得如果說 你在考慮要不要避險的話 其實還是要回歸你自己的資產配置 對 你如果是被動式配置 那就是照剛剛講 你就什麼都不用做啊 因為你本來的配置就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本來配置有問題 也不是因為這是選舉而出問題啊 所以你要之前就解決 看房子然後觀察總進啊 對 因為主要是我覺得 你到 股票不要做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到現在不需要剪嘛 因為要剪的早就剪了 那其實你現在 其實現在因為 台灣的投資人可能因為 歷經了那個2 319兩顆子彈 所以他們都一直認為說 川普跟 碰到選舉很可怕 很可怕 然後他們就退場觀望 所以其實現在自營商 他們的持股很低耶 像有的都只好5%到10% 而且你看最近盤面很膠著 就是大家都在等待選舉結果 可是就像大家所說的 這個選舉 如果是拜登上 是短空長多 如果是川普上 直接就買了 為什麼 大家都忽略到一個因素就是 現在市場的資金太過腐爛 從2008年的QE 到現在新冠肺炎 又放了那麼多錢出來 所以市場的資金真的是很多 所以那個股市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投資報酬 所以現在就說 很多人就說 你要退場觀望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如果大家都等著要買 那事不上 未來錢再來買一家 是比較多的 所以事實上 股市要上的機率是比較高 那我說為什麼說現在去看房 其實你會發現 你去看房 你會發現 錢太多那邊買滿了 現在來買房子 也不一定是買房子 你會發現說 其實有錢人真的很多 那市場資金真的很多 而且還有一票的人是當時去卡美元的 他們最近我跟一個上次公司的老闆打球 他說他最近賠了好多錢 我說為什麼你會賠錢 股市不是很好嗎 他說他放了好幾千萬的美金 在美元 所以他賠了好幾千萬 我可以講一下 對 所以錢放在裡面就賠了 那這一票的人還沒有出來 就是說他們的錢還在美元 如果美元再繼續變支 可能會把他們都逼出來 前進股市或者房市 對 好 我們剛剛另外一個避險商品 大家常聊的就是買債券 但是美國年期公斷直立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最近是出現了 單週最大的漲幅 代表美債也是在被拋售 在被賣的 到底現在美債的概念 我來問一下崔老師 美債現在怎麼操作 債券的ETF 投資人適合現在來避險 這個時候進去來得及嗎 基本上如果要做的話 我會贊成就是短期間的 一到三年 一到三年賣短期 或者三到五年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公債它是這樣子 就是它還是有一個叫突信 我不知道你聽過公債的突信沒有 就是它跌的時候 就負利率的時候都還有那個 對 它跌的時候 它的那個價錢 它漲得比公債上漲的時候 的跌幅來得多 也就是說 你看跌的時候 同樣是跌1% 你得到的獲利會遠高於 利率往上漲的時候 就比例上大概可能差到15%到20% 所以這裡頭變成了一個 公債有它交易的特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公債如果碰到股市大跌的時候 不管是13年 它還是比現金強有一點 這個防禦能力 但也不宜看太長 因為畢竟現在的利率 還是在歷史性的相對低點 除非是萬股如常業 所有國家的經濟都付出不了 不然未來 理論上利率 我看起來是要逐步要回穩 但現在那麼差的情況之下 就買短期間的 如果你還是很放 很不安心 不了解 這個公債凸信 你不認得 它不是限信的 一賬多少賠多少 那你就退回一點 就向他們兩位的買一點 現金我覺得也不壞 重點是在你覺得舒服 你可以持續的 堅持你的操作策略 值利率跟這個價格成反比 年初的時候 大家可能覺得公債還蠻好做的 但是目前到這個時間點的話 剛剛老師說 如果說你不是那麼了解的話 其實這時候買現金 不是持有現金就不錯了 上流哥要不要補充 低點最近 殖利率是有稍微往上漲 大概低點的時候0.6 最近的期間大概是0.8 我在覺得市場應該有 在反映拜登會選上 拜登選上的話 可能他財政政策會用很大 其實美元就會沒價值 美元沒價值 未來他只好發更多高利率的債 不然你會不想買 所以最近漲幅可能是這樣解釋 但是因為殖利率已經低到有點地板 你想想看 殖利率再低可以低到哪裡 大概我覺得大概就0 要跌到負的大概不太容易 意思是 它往下跌的空間有限 往上漲的空間就無限了 所以其實你買債是一個 我覺得現在是蠻危險的 然後剛剛雀老師有講 他只建議買短的 不建議買長的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你買長期公債的話 它的波動度會非常大 之前有個奧地利百年公債 它漲的時候也可以漲一兩倍 跌的時候也是可以跌到50% 那個就是長期債券 即使國家的債性平等是很高 現在也一樣 因為殖利率可以從0 搞不好直接上到35%以上 但是往下最低只要0 而且你在考慮負利率的角度的話 美國現在的債券殖利率 假設是0.5% 但是通膨是1.5% 台灣的話 實質利率反而是正的 我覺得與其去買美國債券 不如在台灣擺貨幣基金 OK 我們現在是實質利率 我們台灣還是正報酬的 對 台灣還是正的 另外大家比較關心 就是剛剛講了 手上有很多美金的人該怎麼辦 因為現在認為一般推論 如果拜登勝選 美元會繼續走貶 這樣一個邏輯的 我想先問我們現場來賓 你認不認同 現在都有說 甚至有說 健康新聞說 可能美元會再貶個1到3年 都有可能 有說換點美金 沒有 現在這個時間 其實我最近處理一些 所謂的投資糾紛 這些投資糾紛 就是因為它當時用的 美元的商品 剛剛惠珠講的 就是很多人都賠了10幾% 我給各位看幾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很可怕的數字 最近應該很多人會說 這美元 利率又這麼低 是買一些美元保單 我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整理了一個資料 就全台灣的六大受險公司 從國泰 富邦 南山 星光 跟台灣人壽 跟中國人壽 這六大受險公司 你知道他們 現在在海外的資金 有多少大家知道嗎 本來照規定 本來照規定 就是說一個受險公司 就像以國泰人壽好了 它是6.25兆 所有的資金對不對 正常情況 它只能夠有45%到海外 可是我們所有的受險公司 都厲害的 都跑出去6 70% 最近如果說美元從30 一路到28.2 海外第一名是南山人壽 對 73% 73%就是你的運用資金裡頭 在國外就是換成美金這種 在國外的資金73% 這個美元跌下去的話是 這15兆裡面 假設跌10% 那就是縮水1.5兆 就跟我們的國營 在中國的匯損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講說 美金比較安全 我就乾脆放美金 結果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的十幾兆的海外的這些 以美元計價的商品 現在成為各受險公司裡頭 很頭痛的問題 有人開始想解約了 而且一解約發現說 我大幅縮水 所以我最近處理了 幾個投資糾紛 這些投資糾紛的人說 我104年 我本來是放台幣的固定利率 大概1%左右 1% 結果他就把它換成 那時候32.2的美元 然後申購了一些結構債商品 因為那時候說 美元會很強 從104年到最近 他去贖回了 去贖回的時候發現說 賠很多 所以跟這個銀行的李專 在訴訟說 你到底為什麼會叫我去弄結構債 我根本不符合所謂的 專業投資人的資格 你為什麼自己弄一些所謂的 商品交易然後把我升格 好 重點是 匯率限賠13% 所以你知道嗎 他這些大概800萬美金 他現在剩下大概600多 光匯兌損失就少掉將近3000萬 你知道如果再跌下去 今天就最近28.2左右 如果說破28 會不會很多人說 那我也要贖回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十幾兆的這些 所謂各售險公司的投資型的商品 真的光匯兌損失 就已經是一大筆的虧損了 美元計價商品 現在看起來也很不牢靠 那怎麼辦呢 有人說那我是不是來好好的存股 存股之前第一名很喜歡的是 這個金融股 這時候還可以再存嗎 我們先進廣告